环境部部长聂纳兹米表示 柔佛王室持有的邮宗公司 在环境评估报告批准前就擅自开发森林 涉嫌抵触环境法令 环境局因此发出提供令 聂纳兹米在20号回复公正党议员李建聪的询问时透露 AASAVIC公司在柔佛新楼开闭邮宗园 但东宫前却没有获得环评报告批准 因此必须停工 AASAVIC的股东是柔佛苏丹伊布拉辛 和柔佛州王储东姑伊斯迈 涉嫌抵触环也说 计划发展商也需要在施工地段展开修复工作 以便控制侵蚀和淤泥 避免污染附近的环境和河流系统 去年7月南华早报援引卫星照片报道 AASAVIC在环评报告批准前 开发了新楼PTD4118区块的森林地建造油中原 占据3775公顷土地 环境局当时向南华早报表示 他们已经针对本案展开调查